这样一个故事也是一件真实的事了 就是在海底如果小海豚死了的话 大海豚就会把它夹在旗的下面 然后在海上有很多天 你说的是海豚的送他仪式吧 是这样的 但这个场面只是科学家给大家介绍的 从来没有人真正看到过 不过今年6月初有一群游客 在奥克兰伊北的海面上确实看到了 据说一只海豚被许多海豚簇拥着 保护着 然后在它的旗下加着一只死去的小海豚 这样的送葬仪式将会持续好多天 这个场面一定非常的感人 我觉得人和动物之间 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 它们的情感是相通的 比如说它们的情绪体验也很相似 也有它们的喜怒哀乐 只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罢了 科学家说海豚是海里最聪明的一种动物了 其实不光海豚可爱 我觉得海底各种生物都特别的美丽 同时特别吸引人 那让我们一块到大连的海底世界去看看吧 分享时 视频电视剧主席方位呢 它是以新闻计时风格中的一部片子 它是以新闻计时为股价 以群体形象为血肉 来全面的反应住 我们是北纳 最大人我们不防 当时会第一次是交 港码头就是为开展边贸而修建的 越南较大的货船 也都可以直接停靠在这里 装运从中国卡车上射下来的 饼干 啤酒 布以及自行车等 在这里公路方便 还有跟我们京主人的语言相通 感觉有感情一点 他到这里来做生意 我们看到这个码头这儿生意 边贸生意非常忙碌 他们是不是每天都这样呢 跟今天一般是这样的 跟今天一般是这样的 每天大概最少都有500万 500万 500万 人民币 远村长说 一年大概有几万吨的中国产品 从这个码头出口到越南 经族人就是靠做边贸 迅速实现了脱贫置货 现在全村人均年收入 至少都有5000元 全家人收入在几十万上百万的 也都不是少数 我们在村里边随便行了一圈 看到几乎家家都是这种 两三层的楼房 电视机 音响 摩托车一应推全 在路边显眼的地方 我们看到有好几状 正在大兴土木的楼房 也许你不相信 这个只是一家人建的楼房 自己四人盖的是吗 是的 花了多少钱 六十多万 六十多万 这个一共有多少平民呢 一千三百多 全共有多少间房子 三十八间房间 经族人无论男女老幼 面上边都带着 付足而快乐的笑容 街上边也都扬远着 一种安宁和长和的气氛 我们发现 经族有些人 至今还保留着越南人 无论东夏都打赤脚 穿凉鞋的生活习惯 在一户人家门口 主人热情地 拿出一种叫做冰纳饼的 经族点心请我们吃 经族人说 这个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饼 一大张只是买一鸣鸡 经族有一种古老的乐器 读圆琴 只是有一条圆 它能够演奏出 悠扬动人的曲子 当然功夫全凭 琴齿的双手和感觉 十五岁学琴的苏春发 为我们演奏了一曲情歌 过桥风吹 苏春发告诉我们 这种渡圆琴 现在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会弹 当我们采访 结束准备反汇的时候 发现海边沙滩上 有一群身着 燕丽服装的少男少女 在偏偏起舞 原来房城港电视台 正在拍摄春节节目 这种竹竿舞是经族的传统舞蹈 相传很久以前的一日 渔民捕到大群的鱼虾 兴奋之余 它们挥舞着 参传拉网用的竹竿 再歌再舞 于是流传至今 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竹竿舞 而这种脚踩高Q的舞蹈方式 即是源于古老的捕虾作业方式 听说那时渔民穷到 连高桶水虾都买不起 只好用木棍造成高Q 踩着在海边捞虾 已经提前步入小康的京族人 现在又再描绘未来的美好蓝图 另一片海边空地 没多久将建成京族风呈村 届时蓝天碧海沙滩 以及浓郁的民族民风 将在这里成为港西 有一处独具魅力的旅游圣地 京族三岛 也将建成港西的第一寸 以上是中央台的报道 中国国家教委和人事部 今天召开全国留学回国工作会 目前中国国家教委